再一個算 再幾個算的好了 中分法搭配一身黑造型 直播主天后版妹 小露香肩和鮮性美腿 關少文則是穿長版黑外套 大會寬褲 化身韓國歐巴風格 兩人受邀擔任網路節目封面人物 因為他氣勢很強 所以我現在原理有點小緊張 我等一下想說剪裁一下 今天帶什麼名牌來 跟著天后版妹直播帶貨 首次合作讓關少文興奮不已 兩人會合體 因為都是多元收入的代表 出書啊 演講啊 主持啊 業配啊 直播啊 或是唱歌啊 就只要能賺成的地方我都會出現 主要就是直播嘛 就有投資一些美容事業這樣 曾經窮到只剩6萬 天后版妹2016年搭上臉書直播潮 開始批貨賣童裝 就創造11億的電商王國 但在創業時為了省錢也會擠公車 透露自己存錢意志力很強 我的錢就進去也不會出來 然後要花的也不會花這一部分 就全部都存進去 然後就是要花的話就是花老公的 只要錢進自己戶頭 絕不輕易取出 天后版妹不只很會收錢 從小也給孩子們建立金錢觀 從國小一年級就開始給利用錢嘛 然後每個禮拜總結 就是你手上的錢跟布置上的錢 金額是不是一樣的 如果不一樣少一塊的話 就是下個禮拜就沒有利用錢這樣 從記帳開始出續的 就是從記者轉型youtuber的關少文 他身兼主持人創作者 高三就開始打工 在23歲存到人生第一桶金100萬元 七年後買了兩間房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學會記帳 然後最基本的就是一定要先存錢再花錢 因為我覺得很多年前都是先花錢 剩下就存不到了 養成有多少花多少習慣 關少文說節流大於開圓才能存下錢 達人用自身經驗分享理財而賺錢PayPal 要讓粉絲也可以主動創造收入 T月新聞羅車張奇雲台北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